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一般大学非常非常的重视 五年五百亿卓越教学顶尖 可是对于技职体系来讲 似乎欠缺了很多很多 所以这修会期间 我也拜访了好几所技职体系的大学的校长 我也跟高职的校长 高职的老师都面对面的去请议 我昨天在立法院也开了一个工丁会 最重要的就是12年国教实施以后 高职会不会因此而被消灭掉 所以大家对于未来技职体系非常的关心 可是我们在立法院讲了那么久以后 感觉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一个是在经费上 一个是在政策上 我想从经费上来讲 我们技职体系 每位学生每年的所使用的经费 从94学年度的 跟一般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多 没有我特别跟讲委员报告 我可以讲几个数字给您听 在民国95年的时候 我们国立大学的一个学生 大概是13.25万 然后技职的是9.87 那技职从95年一直到现在10.17 我念一个不同的数字 可是也是你们教育部统计的 可能您看的是平均 还是看的是国立大学 如果国立大学 技职体系的学生 从民国94年跟一般大学的 使用的经费差了七万五千块 一直到九十九年度 九十九年度 一直到九万九千一百多块 对这个可能用的基层 所以技职体系的学生 只有大学的学生的 九十四年度的是百分之六十四 到九十九学年度的时候 也就是 对我相信这个数字 百分之五十八 对这个数字应该是 就是说把竞争性的经费也放进去了 我相信您算的了 竞争性的经费也放进去了 五年五百亿也都要投进去了 对对对 那这样子算您的那个数字 这个数字 另外如果把竞争性经费 常态性经费拿来做的话 大概是拉近了 所有的经费 同样投入进去的话 事实上就会造成这样的经货 讲演员那我跟您报告 其实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 点翻科大 我们一年也至少希望有十亿 那这个已经争取到了 我们基本上争取到的外债的经费 五年五百亿 是 对不对 顶尖 对 逐月 对 然后每年有五十亿的 科技的 两三年两百亿 是不是开始 我们这样子 我们现在至少点翻科大 四十亿的经费 我们希望到位了 今年明年的十亿已经到位了 我们希望还有机会 本来是希望一年二十亿了 四年八十亿 那现在因为整个财务的状况 所以我们后来争取到 还是十亿的经费去做 那技职再造的整个 整个案子 这个第二期的 两百亿的这个计划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也到行政院去做过报告了 会员长特别做了 在那次的会议是 会员长指示 他主持的 他指示说 我们尽快的赶快再做一个 全面的规划 他在听一次报告以后 接受以后 就请院长来听报告 大概会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会针对 技职的再造的整个方案 我们会提出一个新的 技职再造方案二 能够提出来 那这个是以两百亿的这个规模 我们在做规划 技职体系的师生都认为 现在教育部的政策是 重大学 轻辞职 我可以跟委员特别报告 绝对没有 我们现在想办法能够争取到的 外债的经费进来 我都优先放在技职这边 昨天的工业过也好 大学的技职 大学的校长也跟我讲过 以前的学生 一人有一台车床 现在呢 有些学校 十几个人一台车床 很多的电脑设备 不管是软体的也好 硬体的也好 都是跟社会上使用的是脱节的 应该这样说 这修裂出来的学生 如何能为企业所用 所以今天我们技职体系来讲的话 不只是技术和设备 有大幅度的落差之外 经费也有大幅度的落差 我们如何能够提升技职体系 因为技职体系 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性 其实过去这几年 我们对于这个学生到校外去实习 因为事实上 学生的学习除了在校内以外 透过实习的方式 接触新的设备 这些东西 我想也都是很好 这个我们也持续做 我也同意长期 我们的资源的投资上面 在技职的体系是相对比较弱的 所以我一到教育部以后 第一件事情优先的 就是说把我们争取到的新的经费 优先放在技职上面 这个是很明确的 因为你的钱如果说要挪移 直接要把它从高教 要拿到技职 我觉得至少有它一定程度的困难 因为已经是继承的情况 可是只要我能争取到新的经费 比如刚刚讲典范科大 这些经费 我们都优先放在技职上面 同时我们也要提一个200亿的 这个技职再造二的 这个这样子的规划 那这个也现在获得行政院的重视 这个副院长已经说 他会亲自主持会议 再签再听一次 完整的这个听完以后 他希望是能够给院长做出建议 因为说实在的 没有高职 就没有技职大学 同意 对不对 对就没有科技大学 昨天我们工地会的一个主题 12年国教实施 会不会全面摧毁 既旨教育的体系 我想这个在国中这一端的 世信辅导 就真的是非常关键了 如果大家什么事都不做 只是让他就是变12年国教 助学制度也改变 那确实是有那个趋势 可是我们在国中端 现在也提供了 适当的世信辅导 每个学校有专业辅导的老师 让他对于他的性向 比较明确能够掌握的情况下 务实自用这条路的发展 可以是他的第一志愿 可以是他的第一优先 这个努力其实要从各方面来做 从资源的投入 从他未来的进程 他的甚至往上升学的 所有相关的这些管道 或者说一部分就要去就业 这个就业的 这个很明确的导向 要做清楚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世信探索 做得到吗 能够达成到世信就学吗 做不到 学生如果他说 我想走既旨体系 社会上说你应该走升学 学生是走升学 还走既既体系 其实这个就是 如果真的是 学生能够了解他的事情 按照他的事情探索以后 了解他的事情 按照他的事情 去念既既旨的话 今天就不会说 我们朱主委说 他的女儿 博士念完以后 再去做烘焙 他的女儿念了一年博士 他已经起名的 这个不会说 我大学毕业的学位 从中念完了以后 告诉父亲 我的责任已经了了 我现在要去学音乐了 江委员 你不觉得 这些多事 只有经济能力许可的家庭 他的孩子才可以有这样的 江委员 这不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实际很明确的社会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想办法改变 如何能够改变社会的价值 这是一个更重要 比学生探索更重要 更多元的价值 也不是说教育部出来喊一喊 他就会形成了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 让他走技职 未来的出路 未来不管是升学 或他就业 他可以获得适当的保障 或者说 获得了适当的工作 那这个事情必须做起来 家长才慢慢会改变 我想这个不是说 今天做 明天就看到了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改变 因为价值 我不能说 谁的价值是对是错 可是我希望形成一个 比较多元的价值 每一个小孩 他如果真的是 对某一项特别有兴趣 你为什么不让他 在那些事情上 去做努力的发展 如果能够在那个项目上 学时在学科上 他也可以有一定的机会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跟你讲一个现象 差不多将近十年前 我在台北市议会 开始当议员的时候 我针对台北市高职的学生 做了一个问卷 发出去一千多份 回收九百多份 我就问他 中间有个题目 我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会去念高职 是你的兴趣还是什么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跟我讲 因为我考不上高中 所以我才念高职 那你将来是 将来的路是走技职 所以技职是 第二个选择 这个就是我们要改变 你听我讲完 好不好 他们说 我将来高职毕业以后 我还是要走一般大学 所以这是用分数做分流 而不是用兴趣做分流 十年以后 这次修会期间 我同样的去请教这些高职的老师 高职的校长 高职的学生 我说你们将来做什么分流 是用适性做分流 还是做分数做分流 他说我还是用分数做分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技职体系就很有问题了 如果今天大家还是用分数做分流 而不是做适性做分流的话 那将来大家还是走 所以将来技职体系高职 到底是就业目标 还是升学为目标 这是教育部政策上面 你要去确定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 如果将来高职技职体系 包括大学技职体系 还是以升学为主 而不是以就业为主的话 那我们的技职体系的政策是有偏差 方向是有偏差的 我同意 我觉得其实技职体系 往上的这两条路 他一得去就去就业 甚至就业一阵子以后 他回头再回学校 这都是可能的 另外他当然不表示不能升学 我们其实从技术 从务实自用的角度来看 台湾现在的未来的产业 其实看样子不再是过去 是以效率为主的这种思考 所以其实学生 即便在技职体系 他的能力各方面 我觉得也要更多元 他也要更多的创意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实实在在 您讲的现象 我完全支持十年过来 也许有些微的改变 可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 技职就是他的first choice 大家都想希望技职变成first choice 那这个就是大家必须要来努力来做 我们把资源的投入 把师资的调整 把让他的进程都需要做 设备学校的环境 如何能够跟企业社会连结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意 我昨天在工厅会的时候 很多的高职校长 很多的学生都在讲 我们对于技职体系的经费 我们是有偏差的 结果我们教育部的官员讲 说十二年的高中职的优质化的计划里面投入四十二亿 结果我今天再确定一定要高职到底分多少 结果你们告诉我高职只有五点四亿 其实应该是说 十二年国教四十二亿里面高职只有五点四亿 其实优质的高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请部长在经费的分配上特别的注意 好不好 我至少看 per学校一定是要至少技职不能低 另外刚才那个数字四十二是几个数字加在一起的 应该大概是十五亿左右了 整个优质的高中职十五亿的话五点多 如果只有是十五亿的话也不够啊 对 四十二亿的一半是二十一亿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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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优质的高中职在新的年度 因为四十二亿是好几项 优质的高中职是总共十五亿 十五亿的五点七亿 现在如果您刚讲的数字在高职 三分之一强大概四十percent 高职的学生高中的学生一半一半 我们我们其实 对不对 好我愿意再做再做进一步检讨 所以今天我们政府要拿出政策出来 要拿出经费出来 让社会让学生让企业知道 我是重视技职系的 学生才会去选技职系吧 好 我想留意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拜托拜托部长 我们现在教育部通过了 大学院校协助高中优质经济计划 对 补助了更多的学校 对 为什么除缺台北市 五十几个学校 为什么台北市一个学校都没有 其实今年这是一个事半计划 大概拿出了五千万了 我希望 其实我们是以比较弱势的 比较弱势的学校来做这个 那为什么有些别的学 别的县市的学校 在 在学校的整体的表现上 多比台北市有些社区高中还要好 为什么不能补助台北市的社区高中 为什么不能把台北市的社区高中 纳入在进去 我们其实这个计划 应该从两个面向来看 一个面向 它是像譬如说台大顶的 这个教学资源中心 它其实是全面协助北区的学校 这个从in general的协助 可是直接的资源的投入 直接 这个部分里面 没有包含在台北市 这个其实 我在这边 严重的要求 好 因为我是台北市选出来的 好 我会 我会 台北市的高中 公平的纳入进去 是好不好 这个态度上一定是要这样做到的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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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